好,接下来方正老师要介绍 第六题呢,说 XY是满足,X大一等0,Y大一等0 3X加2Y-12小一等0 然后X加Y-2大一等0 那要问说,X平方加Y平方的最大值 最小值,各位好 那这个题目呢 你会发现到,就是说 这个满足的区域 满足的区域,其实在这个可行解的区域 我们可以把这个 不等,零力不等式把画出来 大一等0,D向线嘛 然后这个,它实现是这样 然后,正的Y小一等0,加往下 然后这个X加Y-2大一等0,2002画起来 然后,正Y大一等一次往上 一个往下一个往上,D向线就是这一块 那它要求的这个很特别 就是平方相加它的最大值 那我们之前是说,我们的目标函数是 AX加BY加C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平行线法,可以用平点法 如果它是多边形可以用平点法 那,现在不是耶,它是有平方耶 那这怎么做呢 那上一次我们已经有平,就是 有补充过,比如说像X加2 Y-3,这种 这种就是,其实是XY到另外一个点 负2,3它的斜率 就是XY是这些可行解的区域 可行解的区域 那负2,3,你就把负2,3找出来 然后到这个 这个 斜率,看它最大值最小 从图形上可以看出来 这样子 那现在是平方和 加最大值最小值 是怎么做 是这个样子 一般它是这样 那是 这个 X-A 求X-A平方加上Y-B 过号平方 最大最小值 当然这个还可以加上一个C 这样也没关系 那 你现在呢 这个 什么意思呢 这个其实就是 XY这个点 XY是满足这个的 满足这个就在我们可行解的区域 所以XY在这里面 XY 然后 到这个点 就是A到点B 到这个点的 距离 这个 就是P点 这个点我给它一个点叫A PA的距离 距离就是PA PA 那PA会等于什么 PA是 根号的两个 X-A的平方加上 Y-B的平方 跟这个很像 就差一个平方 所以如果把这里平方的话 把你的距离平方 就是你要求的这个 那你的距离越大 因为距离都正了 距离越大 那你的平方当然也越大 所以你要求最大的值 就是PA 最大的时候 那PA的平方 就会得到这个平方的最大值 那最小值也是一样 PA如果最小的时候 这个平方也会最小的值 好 那所以现在如果是X平方加Y平方 它没有-A-B 那就更简单 那就是AB都是0 所以这个 它的P点是XY 然后你的O点是00 那你的OP的距离 就是根号X-0的平方 加上Y-0的平方 然后这个有根号码 那我们两边都把它平方 那就会得到 就是X平方加Y平方 所以你要求X平方加Y平方 就是OP的平方 什么是P P就是 这上面认了一点 就是P O O在这里 O就是原理 那如果它不是 不是0 可能是1 2 还是-1多少 好 像这个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 P点XY到 这个 点那个B点 好了 -1-2 那就是找-1-2 那就是这个B点 -1-2 P点到-1-2 它的最大最小值 那现在是0-0 那就是0-0到 这个可行解 任何一点的最大最小值 那有些同学一直以为 是不是通通可以用这个 0点法 那其实这个最大值 是可以用0点法 通常 那最小值通 通常是不一定 通常 最小值 它没有在 不一定会出现在0点 像这里的话 最小值应该是在这里 这里才会有最小值 这条值线上到这个O点 最小距离是这里 并不是这个 也不是这个 所以 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最大距离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个点 这个点是06 画最小值线就知道 那O点是00 00 这块区域到00的距离的平方 最大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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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有图字 有看图 图字 这个 OP的平方 最大 值 什么叫OP的平方 就是0的平方 叫Y平方 OP的平方 就是S平方 叫Y平方 它的最大值就是 这个O点到这个0 00到 就是 这个如果叫做 A点 现在没有A点 A点 A点 也有 那就是OA 平方 就等于6的平方 就是36 那最小值 在这边 不是这四个点点 是这个点 这个点在哪里 好 这个是这条直线 017Y-2 本年0到 这个 远点到这条直线的最短距离 这个在我们的 后面第三章 会有一个公式 以后你可以直接带公式 但是在这里面有公式 我们要把它求出来 那怎么求 好 就是 先找出这条直线 这条直线呢 那怎么找 因为它最短距离就是垂直 它为垂直这一条 这条是X加Y-2等于0 那它的斜率是-1嘛 所以 这个垂直 它的斜率相乘等于-1 所以 这个是 负了这个导数 那它的斜率就是-1 所以你先求出 L L它的方程式是 斜率-1 Y等于1个X加上K 那它会通过哪一个点啊 它会通过 因为这条L 它有通过0-0这个点 把0-0带进去 好 0-0带进去的话 就可以得到K等于0 所以意思就是说 它是X Y等于X Y等于X 那 这个交点 我们刚才说是 这条L跟这个 X加Y-2等于0的交点 所以X加Y -2等于0 那这样子可以得到 X跟Y都等于多少 因为XY都相等 所以X加X 就2X 2X-2等于0 所以X就等于1 那Y等于X就等于1 好 所以这个点 其实是1-0 所以它的最小值 就可以知道说 所以我们的 X平方加Y平方 最小值 最小值 其实就是OP的平方 最小值呢 它会等于 它会等于多少 就是 00到11 的平方 就是 根号的 1-0的平方 加上1-0的平方 再平方 所以是根号 2的平方 就是2 好 所以我们的 最大最小值 就是36 等等 好 再看看哪里 可以等下 就是 我